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随着我的健身岁月过越来越久 我就发觉到 健身其实没有那么难 只要简单的动作持续地做 饮食控制也没有那么难 掌握一日消耗量的基本原则 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达到自己的目标 最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态的问题 只要你心态崩掉 就很有可能在半路上半途而废 那今天呢我很开心 终于可以邀请到我本人 欣赏已久的三宝烂妈林轩 哇塞 对 本人的身材真的是 超级苗条的完全 不像生了三个小孩的妈妈 谢谢 没有 就是我觉得生完小孩以后 最困难的其实是心境的调整 而不是身材的恢复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第一次看我都说 你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然后一直称赞我的身材 可是我心里觉得 我没有觉得那是称赞 我反而心里觉得是 那是我的一个历程 对 所以很开心今天 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历程 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主要是 想要来聊聊女生在健身影控的路上 其实我们要对抗的常常是自己的心魔 对 所以我想要来了解一下 林轩的一些心路历程 我大概是从9年前到10年前 我就开始接触健身的 所以我们在考证照的时候 其实里面学的东西 不管你是考ACE还是ISS 其实他教的东西都差不多 就是教你生大阴氧素啊 然后能量系统啊 还有一些饮食控制啊 或是说你的什么样的热量消耗 怎么样就是计算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第一胎产后呢 我心里想的 我对这一套这么熟悉 那我第一胎产后 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把那个教科书搬到我身体里 我一定就可以产后恢复得很好 然后那个时候恢复得很快 我大概 成后五个月 我的体态啊 然后整个体力啊 就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的状态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欸 健身太有效了 就是跟我之前学的东西 都非常的有帮助 但是到了我第二胎 我第二胎又是意外怀孕的 刚好怀孕的时候 那时候跟一家出版社 就是有签约合作 就是要出一本 就是运动相关的书 就跟他们约好说 那不然就往后演一下 等我生完以后 大概五个月左右再出版 所以呢我那时候设立一个目标就是 我产后第二胎五个月内 我要回台湾拍健身照 哦 开始给自己一些心理的压力 但是呢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训练我的骨盆底肌啊 我就好好调整我的饮食啊 我的饮食控制啊 对自己更加严格 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 生完第二胎之后呢 我心里想到太好了 我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只要做比第一胎 更加倍的努力 我相信我的体态一定会恢复的很快 然后所以呢我第二胎后面很疯狂 我就早上空腹有氧 下午做HIT 晚上在重训 一天三练 一天三练 饮食控制我每 就是每周都做两次备餐 就趁那个鸡胸肉啊 然后蔬菜多少 比例这样抓 结果就暴走了 暴走了 而且是身体的暴走 我觉得我的心智 我好像还hold得住 但是呢因为我第二胎出生的时候 他的身体有过敏啊 然后又有什么肠胃的问题 然后每天晚上都一直哭 然后我的大儿子又是高敏 高需求宝宝 第二个宝宝出生的时候 第一个宝宝他其实还不会说话 所以他就用哭的 晚上还不睡觉 然后我跟我老公那时候就是疯掉了 然后我又很严格 规定自己的饮食跟运动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我还有三个月 那第三个月的时候 觉得天啊我只剩两个月了 然后又到第五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完蛋 我看起来很浮重 虽然有腹肌的线条 可是整个人是肿的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肿是从哪里来的 我就去验了荷尔蒙 我才发现我那时候 荷尔蒙非常严重的失调 皮质唇非常非常的高 肾上腺素也很高 雌激素胸肌素全部都是 就是很混乱的状态 然后身体跟心情 整个人就是觉得 跟第一胎差很多 也跟原来自己差别非常大 所以我就是到第二胎之后呢 我那时候就开始有 非常严重的犹豫症 我感觉你是一个 对自己非常严苛那种 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其实你本身的条件已经非常好 非常漂亮 身材也很好了 但是因为你看向的目标 是在这边 所以你在努力 你觉得还没有到达的过程中 你就会忽略掉身体的警讯 对然后但是身体的这些讯号 又给你一个很大的反扑 让你有点措手不及 对那个反扑就是 我以为我可以掌控我的生活 我可以安排好 帮小孩喂奶的时间啊 换尿铺的时间 其他的我就工作 我就运动 我就帮自己做饮食控制 可是我没想到 这么这么严格对待自己 结果一切却是失控的 我一直一心的在 在我的头脑里面觉得 我要掌控这个掌控那个 把这个都计划好 我的人生就会OK了 都完美了 但是 当我发现我再也不快乐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往我内心去 去探索我自己 就是我开始很注重自己的能量 因为我发现我过去太专注于 时间管理 我并没有专注于我的能量管理 其实我觉得 时间管理其实是不存在的 因为当你能量差的时候 你的时间不可能可以管理的好 当你在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状态下做一件事情 你花了三个小时做 可是你的成果搞不好只有 也不及你能量好的时候 状态好的时候做十分钟 那我想要稍微的了解一下 你是怎么从对冥想 胜不了解到一步一步的 进入到冥想的世界 跟开始疗愈你自己的呢 我觉得关键是 就是疫情的那段时间 就是美国疫情非常严重嘛 所以我们就关在家里 那个时候就是我 身心状态最不平衡的时候 所以就非常的忧郁 然后老公说我最长大概有 两周左右的时间 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他有来送食物给我吃 可是我其实好像都不太知道 对就是我回想那段 我其实是空白的 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真的是很多人很需要冥想 所以那时候Netflix就跳出了这个 一个叫脑内解码的纪录片 其中一集叫做Mindfulness 就是正念 因为看了那个纪录片 我就开始想要去了解 大脑的科学 然后才发现 其实冥想它并不是一个 很宗教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脑内的科学 我才发现说冥想它可以影响你的大脑 别人的活动之外呢 它也可以调节你的荷尔蒙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荷尔蒙非常的失调嘛 就又产后又瘦不下来 然后又很忧郁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开始 看了非常多的书 然后看了非常多影片 然后甚至去考了 冥想引导老师的证照 你讲这个我还蛮有感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健身的人 就是或者是我们想要学习引控的人 都是会先从三大营养素比较数字的面向 去看待这件事情 但是当你讲大脑的时候 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系统 论及到怎么样去提升 内在的这个专注力 其实可以去很好的去改善 我们跟食物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一盘食物 我们大脑就自动解析说 哦这个是多少热量啊 多少蛋白质 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 我们跟身体一个很好的连结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一本书 它也是那种生人写的书 叫做怎么吃 它完全不会跟你讲说 哪些食物是好或者是坏 它就是希望说 当你面对这一盘食物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感谢的 跟你是知足跟满足的 然后就可以用一个很正向的心情去进食 对 因为我们常常会希望可以达到 身心平衡 那我也觉得当你 踏入在冥想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你好像慢慢的就是可以顺利的迈向身心平衡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tips吗 嗯 我其实觉得 迈向身心平衡这件事情 我觉得直到现在我都还是每天都在学习 因为其实我们身为人类不太可能 就是每天都是平静的状态 冥想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是 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对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件突发事情的时候 教你怎么去练习去臣服 或是说当你有情绪产生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去 去觉察 去接受自己 那加上其实我们是有平常运动习惯的嘛 我以前是只做重训而已 后来我发现重训其实让我的身体很容易荷尔蒙失调 因为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才开始就接触一些 锻炼内核心比较多的 比达提斯或是瑜伽 甚至是也尝试过跳舞 后来的我到第三胎以后 我就发现其实 能够跟身体有完整的连结 你在它最适合的时候做最适合的运动 然后呢再搭配冥想 就可以达到很平 很身心平衡的状态 嗯 其实你在接触冥想之前 你有认知到三大营养素 就是关于比较专业的营养学的知识 对但是 就是当你接触冥想之后 你对营养跟怎么吃的观念都有所转变 那现在你看 健康的这个定义 或者是什么叫做抗发炎的食物 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见解吗 我认为 健康的定义就是 身体跟心理都很快乐 比如说我还是很爱吃薯条 披萨这些食物 那我知道 吃了之后我身体不会快乐 因为我会感觉到脏气啊 或是水肿啊 或是吃太多的gluten 我会头晕 我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长期 就是只吃那种 超clean的食物的话 我觉得我心里不快乐 所以呢我觉得 身体跟心理的 这个两个都很快乐的这个状态呢 我会不断地去拿捏 所以呢我对于判断食物呢 我判断的方式 不是说这个热量高 那个热量低 这个加工那个不是加工 不会帮他们贴太多标签 可是呢我是依照我对我身体的感受 去知道说这个食物 我是对我的心里开心的食物 还是对我身体开心的食物 因为当我知道 我为了心里开心吃过多 对身体不开心的食物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很不舒服 那就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了 我懂你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 结实压抑自己 然后当我终于能吃 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拍摄之后 然后我终于可以大吃 就是我想吃的垃圾的食物 的那一天 然后我塞进了各种 就是蛋糕啊 披萨 任何我想吃的食物 可是到那一天的结尾 我不是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是在告诉我说 就是我在残害我自己 然后我也很喜欢一句话 他也是国外的一个营养学家讲的 他就说 其实所谓健康应该是指 你在吃食物的时候 你在吃的过程跟吃之后 你都感觉到你是开心 然后身体能量是好的状态 就叫做健康 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还蛮深有同感的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林轩现在每一天的routine是什么 是会天天运动吗 天天冥想吗 然后很多人可能都觉得 冥想是不是就是早晨起来 然后在很漂亮的天气 找一块空地 铺着一张美美的瑜伽垫 然后坐在那边 像一个喇嘛一样打坐 你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冥想吗 这个也是可以啊 就是很有仪式感 但对他冥想就像我刚刚说 我认为他是一个工具 而且他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意识的状态 所以其实你在任何事的时候 你都可以让自己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那比如说像我早晨起床的时候 这个会是我第一次冥想的时间 那那个冥想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能不要想说 我就要坐在那边要打坐什么的 其实我就只是躺在床上而已 然后开始去感觉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去把他们唤醒 我早上起来也喜欢躺在床上 我叫赖床 啊 难听也叫赖床 好听就叫早晨唤醒冥想 是 那像早上的时候我喜欢做的是 你启动核心的运动 是 你就可以先启动好你的核心 在你的脊椎啊 这个部分骨盆底肌这些 你全部都启动了之后 在开启的一天 对你的姿态会很好 然后再加上早晨的冥想 我觉得整个人就会是一个很ready的状态 工作了一个早上到中午的时候 那个会是我第二次冥想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通常会觉得可能 身心有点疲惫 然后可能甚至有点想打瞌睡睡午觉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 比较提升专注力的冥想 我会做这样的练习 比如说我会拿起 从桌上拿起一支笔 然后看着这支笔 你可以观察它的颜色触感 闻闻看它的味道 有非常多的方式 你可以让你自己在那个当下 只专注于那一支笔 那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 我会去做运动 那提升专注力运动 我非常喜欢做就是肌力训练 因为我们其实在练肌肉的时候 有阻力的时候 是你观察身体感知 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然后睡前我可能喜欢做睡前的冥想 那个会是我第三次的冥想 睡前的冥想我就会让身体 用一些方式去让它们放松 让它们关机 对然后在关机之前我可能会做一些 睡前的伸展啊或是瑜伽等等的 我觉得我也蛮能够去理解就是 你刚刚讲 唤醒内在觉知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 焦虑不安的情绪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都活在未来 或者是活在过去 但是其实过去已经发生了 然后未来的事情你也没办法掌控 但是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你当下的能量 你当下内心在想什么 像这些练习其实 不仅仅是在家里一定要找一块空地 或者是没有人打扰的状态 它也可以是你去搭公车的时候 或者是你去健身运动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问问你今天活在 世上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今天有没有善待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完成你人生的意义跟目的 你作为人其实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大的意图跟意义 等着你去发挥 那我觉得林轩的这套课程真的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大部分的健身打人啊 或者是产后妈妈就是会还蛮着重在说 好怎么恢复身材 或者就是怎么达到更理想的体态等等 但是我觉得你的课程好像认为说 达到体态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去察觉自己的一个过程 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 想要做这个课程呢 一开始想要做课程的时候 本来是想说在做一个运动的课程 但是我在写课程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像 认识健身的重要一样 去认识这个冥想的重要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互相影响 因为像我有一些粉丝就说 被我影响到进入影响这个世界以后 他就推荐给他的爸妈 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件事情是一个 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并比鼓励大家运动 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对我来说是 因为当你自己能量好的时候 你其实是可以影响到周遭的人 对 你只要去能够让自己成长 让自己发光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想要传达的理念 那想问一下这个课程的重点 大概是会针对哪一个方向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前面聊到 非常多的各种面向 依据不同的情境 适合做的运动 跟适合做的冥想 那冥想跟这个运动 就有包含了七大的主题 那比如说有包含就是 早晨适合的冥想 或是说你后面情绪来袭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处理 适合做什么样子的运动 那因为我的粉丝里面 有非常多的产后妈妈 也有很多怀孕的妈妈们 对然后我也有设计 特别两个篇章是 帮他们设计适合做的冥想 比如说跟宝宝说话 跟宝宝的连结冥想 也搭配了一些 譬如说肌肌膜的健康啊伸展啊 还有刚刚有提到的抗炎饮食 因为我认为 真正能让身体舒适的饮食 是少吃一些加工的食物 然后吃一些让身体 比较不会发炎的食物 所以这个我也会把它包含在课程里面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完全是一个 身心灵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课程 那今天跟林轩聊完之后 我真心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勇敢 然后又很激励人心的女性 那我相信这个课程应该蛮多人都蛮期待的 那最后呢想要请林轩用两三句话来总结 这个课程的重点 这个课程主要是 结合了运动还有冥想跟心电设计的课程 我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能够踏上一趟身心合一之旅 希望可以透过这套课程来帮大家更认识自己的身体 和心灵的平衡和健康 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和林轩合体 对那我自己跟林轩聊完之后 我真的就也觉得深有同感 而且满满的收获 那这个课程呢 其实现在已经正式开始募资啦 而且现在购买的话有低于五折的优惠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资讯栏下方的连结来了解更多 好那谢谢大家的手感 也谢谢林轩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